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在问时系统中如何利用系统自身的调节功能 对系统进行优化 尽管问时系统已经在自我维护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了 但是针对不同的用户和具体的使用情况 还可以对系统进行更进一步的优化 在保证系统安全的同时 还能保证系统的纯净和流畅 从而为我们的工作、学习或娱乐带来更好的体验 接下来我向朋友们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利用问时系统自带的调节功能 对系统进行优化 这里强调一下 是系统自带的调节功能 而不是使用所谓的第三方软件进行系统优化 不建议朋友们使用第三方软件对系统进行优化 对软件知识不是很丰富的朋友来说 使用第三方的软件进行系统优化 只能使系统越来越糟糕 我总结了大致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下面我简单的向朋友们一步一步的介绍和说明 如何进行问时系统优化 其中的很多内容在前面已经涉及过 在这里是再重申一下 第一项要注意 及时检查系统更新 这个内容在前面已经提及过 右键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更新和安全 及时对Windows进行更新并安装更新 第二个选项是 电脑的电源模式设置为高性能 在任务栏的搜索框 搜索电源和睡眠设置 打开这个选项 在右侧相关设置下面 打开其他电源设置 系统推荐的是这个选项 平衡 点击显示附加任务后面的这个大月号 选择高性能 对于台式机来说 由于现在的台式机配置越来越高 功能越来越强大 建议选择高性能 有利于提高性能 但会增加功耗 对于台式机来说 功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现在的设备配置都相对较高 但是对于笔记本电脑来说 还是要选择均衡 也就是平衡 因为尽管笔记本配置也越来越高 但是由于体积的限制 还是尽量的减少笔记本的功耗 对笔记本电脑来说 还是要选择平衡 关闭这个创考 第三个步骤是 删除一些不必要的软件 右键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应用 在应用功能下面 目前我已经安装了65个应用 简单的梳理一下 这些功能 如果朋友们不是很熟悉的话 就保留在这里 尽量的不要删除 以免对一些重要的功能误删除 3D查看器保留 这个是在前面视频中 我向朋友们介绍过的 Office专业增强版2019 这个是我没自己安装的Office软件 下面这个 我们通过图标能够看出来 是指排游戏 这个可以删除 鼠标左键 点击下载 好 这些是系统运行所必须的 这些不要删除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Office 这个Office是在我们安装 操作系统的时候 自带的一个软件 由于我们已经安装过了 Office 2019增强版 并且Office 365所有的功能 Office 2019专业增强版都具备 所以我们把这个系统 自带的Office软件 下载掉 即使不下载掉 这个软件不激活 也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所以坚决把它下载掉 点击下载 下面这个Winnot也卸载掉 因为Office 2019增强版里面 已经有了这个功能 卸载 这些是我安装的软件 Xbox 这三个软件是关于游戏的 我不喜欢游戏 所以这三个我都把它下载掉 这个是上期视频中 我向朋友们演示了 安装到外接音响的驱动 边缰16K可以下载 如果安装过PodPlayer等 其他的关于软件 电影电视也可以下载掉 反馈中心不需要 下载掉 不希望在任务栏出现天气 因为任务栏的空间 并来就很小 下载掉 观看天气信息的时候 可以到手机上去观看 其他的这些暂时保留 关闭这个窗口 禁用不必要的开机启动向 这个也很关键 任务栏鼠标右键 点击任务管理器 点击启动 这里面的这些启动向 浏览器禁用开机启动 点击禁用 安全中心要启用 升卡启用 OneDrive可以禁用 启动的时候再打开 由于是刚刚安装的操作系统 使用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会在这里弹出很多开机启动向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禁用启动向 好 关闭这个窗口 第五个选项是外观上的优化 任务栏显示搜索图标 在前面的视频中已经介绍过 更改为搜索图标 这个选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任务栏的大小和固定的应用程序来决定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可以保留 因为在这里进行搜索的时候 还是比较方便的 使用小任务栏按钮 在任务栏右键 任务栏设置 选择这个选项 使用小任务栏按钮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任务栏就变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搜索框自动隐藏 更改为搜索图标 在任务栏设置这里 我们点击开始 在开始菜单上显示更多纸贴 关闭 显示应用列表再打开 最近添加的应用打开 显示最常用的应用也可以打开 偶尔在开始菜单中显示建议 关闭这个选项 关闭这个窗口 在外观上还有一个设置 上面上右键 个性化 选择颜色 关闭透明效果 我们看一下 关闭透明效果以后 是这个样子 朋友们可以体验一下 接下来在Windows设置里面 有两个选项需要注意一下 点击设置 搜索 安全搜索选项 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三个选项 默认选择的是适中 朋友们可以保持这个选项 关闭这个窗口 再次点击设置 隐私 允许应用 这个一定要关闭这个选项 这是关于使用广告ID的 关闭这个选项 允许网站通过访问我的语言列表 来提供本地相关内容 关闭 允许Windows跟踪应用启动 以改进开始和搜索结果 关闭这个选项 在设置应用中为我显示建议的内容关闭 然后在隐私在栏下面 诊断和反馈 选择上面这个选项 必须诊断数据 只选择必须要诊断的 要改为勾选这个选项 良心定制的体验关闭 查看诊断数据关闭 反馈频率这个地方 选择重步 不需要反馈 在隐私 窗口还有一个选项 下拉 找到后台应用 选择哪些应用 可以在后台运行 在熟练了以后 朋友们可以把后台应用全部关闭 接下来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在系统设置里面的一些优化 右键开始按钮 设置 点击系统 通知和操作 获取来自应用和其他发送者的通知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过这个内容 点击关闭 这个选项也可以关闭 专注助手 专注助手可以关闭 关闭以后 所有应用和联系人的所有通知 全部关闭 对于初学者 可以选择下面这个选项 进优先通知 这样新安装了一些应用程序 或病毒防护通知 我们能够查看 进优先通知 新设备部署完成 病毒威胁会发出通知 电源和睡眠选项 刚才已经进行了设置 设置为高性能 存储这里 建议朋友们开启存储感知功能 存储感知可以通过删除不需要的文件 自动释放空间 开启这一个功能 在前面我还向朋友们介绍过 这个选项 更多存储设置 点击更改新内容的保存位置 把新内容保存在系统盘以外的其他纸盘 这个过程我就不再演示了 在前面的视频中 我向朋友们具体介绍过 在更多储存设置下面 有一个选项 优化驱动器 这里我主要不是向朋友们介绍 如何优化驱动器 是要提醒朋友们 固态硬盘不需要进行优化 对固态硬盘进行碎片整理 反而会缩短固态硬盘的寿命 普通的机械硬盘 可以使用优化驱动器来优化视频 再次强调固态硬盘不要进行优化 也不要进行分析 这样会缩短固态硬盘的寿命 关闭这个窗口 下面这个选项 平板电脑 选择重复使用平板电脑 不要切换到平板电脑模式 选择这个选项就可以 多任务处理 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中间和元素 这个可以取消 弹入弹出或滑动菜单到试图 这个也可以取消 滑动打开组合框 平滑轨动列表 保持默认选择 在单击后弹出菜单 可以取消 在鼠标指针下显示阴影 选择这个选项 在试图中 弹入弹出或滑动工具提示 取消 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 使用阴影 保持选择 在最大化和最小化时 显示窗口动画 这个可以取消 这是我对朋友们的建议 如果对这里面的选项 不是很了解的话 可以全部选择 在最佳设置下 勾选上这两个选项 也就是全部勾选 昏迷可以自定义 但是不要选择调整为最佳性能 点击确定 在系统优化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经常性的 扫描系统的恶意软件 扫描恶意软件 也是对系统优化的 一个重要的操作 在前面的视频中 已经介绍过 如何进行安全中心的设置 在设置高级选项里面 点击系统保护 可以创建还原点 可以进行系统还原 关于创建系统还原点 和还原系统 在下一期视频中 我单独向朋友们介绍 本期视频介绍的 关于问时系统的优化策则 请朋友们选择使用 有些设置还需要朋友们 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 希望我的本期视频 能给朋友们 起到画龙点镜的作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